第四集 我們要飛 是想飛的 本來是計畫要飛 為什麼 長龍可以飛 為安全飛 被人鬧 只要飛 也可能被人鬧 為什麼要用全機型的性命開玩笑 颱風鳞雨大到陰 所以趨集台灣期間 不少航空公司也取消航班 桃園機場 前日有717班機取消 但有消息說 當晚6時之後 長榮還繼續飛 陸續有機降落桃園機場 其間一隊有16班機在台灣上空盆船 部份遇上強烈側風降落失敗 要改飛其他地方 盛客大巴很驚險 原來圍書都不太好寫 在劇烈搖晃之下 不停按錯制、打錯字 本來還很堅強 但突然不停行 一隻手就要拿無尖掩住口鼻 因為周圍的人都吐緊 還有兩個人暈倒了 機師兩次嘗試降落台北重山機場都不成功 最終要轉降台中機場 這個台灣人前天搭長榮 由北京飛回台灣 兩次降落都失敗 飛機盤船了三小時 最後轉飛香港 他罵爆長榮拿人命來教飛 民航局說長榮前天 全日有45班機回桃園 得30班真的降落到 其他就要轉飛去附近機場降落 當局說會就這件事調查長榮 不過有專家說 其實只要機場沒有關閉 各大航空公司都可以自行判斷起不起飛 長榮下次真的要想清楚是否繼續飛 不過想就要快 事關又有風吹來 中央氣象局說 一度熱帶性低氣壓 集結在關島東面 昨晚凌晨已經增強成為輕度台風潛峇 估計會移向台灣東北面海域 預計四天之後最接近台灣 雖然體力不是打到正 不過不排除路經會變